紅海的低軌衛星發射 現在進入了新的階段 來要請教風路 相關的概念股 有表現的機會嗎 我想其實紅海低軌衛星 已經講了好幾年 旗下不管是台洋 或是相關的供應鏈 其實都已經漲過一大段 但我發現近期 它這個新聞在出來 市場好像沒有那麼熱 可是你要注意 它是真的今年第四季 準備要升空 它是要透過誰 透過Space Air的 一個衛星共存火箭上去 共存火箭 因為Space Air 他們現在不僅是自己登上去 自己去製造這些火箭 然後再帶衛星上去之外 它也幫別人做這個發射服務 它也幫NASA做發射服務 所以紅海現在低軌衛星 是加入到了這個這裡面去 那我們想低軌衛星 我想大家先去留意到 為什麼要叫低軌衛星 因為它有分低 中 高 那低軌衛星主要的用途 其實是在遙測 技術開發跟通訊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用途最高的網路 像這次烏克蘭戰爭 是不是都用低軌衛星在傳輸 這就是它最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中軌道的話 其實主要在衛星定位跟導航 這個其實一般比較沒有這麼的 用到這麼多 然後高軌道 還有一個是同步軌道 這個主要是衛星電視 衛星電話 氣象觀測 然後你來看 這整個來講 如果以這三種的話 跟我們生活最接近的 那一定就是通訊 低軌道衛星 商機是最大 所以這個商機是最大 國內低軌道衛星 只要講到衛星通訊 龍頭是誰 是森達科 但它其實從去年上來 可以看到營收一直沒有辦法 有效的成長 那股價其實這波有沒有反彈 有啦 有130 躺到到將近160 之後又開始修正 因為營收真的沒有那麼快出來 實際上沒有那麼快 可是有沒有比較快的 有 這家公司比較特別 它營收已經出來 是星科 因為它買了一家公司 這個 這現在公司還位在美國加州 所以它又有軍工題材 對 它又有軍工題材 又有低軌道性題材 而且它也是Specs S的供應鏈 有航太 海峽網通 重點是人家8月營收 是越增加